怎么样取出QOrderRP的数据库文件 给我们技术员进行重置 用户的权限和密码 今天来给大家讲解 对着QOrder图标 在桌面上的图标点 鼠标的右键 如果你是触屏 你只要点住它五秒钟 不要换开 就会出现右键 就这个窗口是右键 进入属性 然后打开 选择打开文件所在的位置 然后这里有很多文件 只用两个文件是QOrder为命名的 只用两个文件 我们只要这个 没有QOrder图标的这个文件 有QOrder图标这个文件不要 我们对着这个文件点右键 如果你是触屏 点住它五秒钟不要换开 也会出现这个右键框 选择护质 完成了 对着它点右键 选择护质 对着这个文件 点右键 如果你是触屏 点了后注它 就会出现这个右键 选择护质 就完成了 我再操作一遍 对着它点右键 选择护质 OK 关掉这个窗口 我直接 粘贴 对着桌面 也点右键 粘贴在桌面 就是这个文件 这个文件 你要把这个文件 发给我们 我们技术员就可以帮助你 就是这个文件 哈 对着 对着 好